陈家洛要和四个巨人比武,回族兄弟都很担心。 这个时候穆卓伦和霍青童离开座位走近他,霍青童向妹妹偷望一眼,见他荣光焕发,凝望着陈家洛,眼光中流露着千般仰慕万种柔情,竟没有丝毫担心害怕。 霍青童不由的暗暗的叹了一口气,转头看陈家洛的时候,见他神定气弦,泰然自若。 两个人目光相接,陈家洛温然微笑,霍青童脸上一阵红韵,转开了头。 这时候的使者说,谁先打,咱们来抓揪。 陈家洛一仰手,你们是客,让他先打吧。 霍青童抢着说,不必跟他客气,还是抓揪的好。 他知道,陈家洛武功很精,若是比拳术兵刃,几获不胜也绝不会输给这个巨人。 但这样你一拳我一拳的蛮打,又不许躲闪避让。 他究竟是血肉之躯啊,本领再好,也受不起这大铁锤似的聚拳之一击啊。 如果能够让他先打,或许能够出奇之胜。 陈家洛又向霍青童一笑,意识感激。 然后向呼伦大虎走上两步,一挺胸。 你打吧。 那使者对霍青童说,请你过来,咱们两个人一起瞧着。 要是谁脚步移动,用手招架,或是弯腰侧身,闪避躲让,那可就算输了。 霍青童走到陈家洛的身边。 别比拔,咱们另想罚着圣他。 你放弃。 霍青童无奈,只得和那使者站在两侧作证。 陈家洛和呼伦大虎相对而立,相距不到一个戈尾。 众人凝神注视,几千人悄无声息。 那个使者高声叫道,清朝好汉打第一拳,回族好汉打第二拳。 如果大家没事,那么清朝好汉打第三拳,回族好汉再打第四拳。 霍青童把嗓门一啤。 第一回合,你方先打。 第二回合,就得由我方先打。 第三回合,再让你方先打。 依次轮流,方得公平。 那使者还没回答,陈家洛笑了笑。 他们是客,咱们就一路让到底吧。 那使者微微一笑,你倒慷慨大方。 提高声音叫着,好了,清朝好汉打第一拳。 一片寂静之中,只听着呼伦大呼呼呼喘气,全身的骨头节啊,咔咔作响。 运气,提劲儿,突然右胸出气,右胳膊出脏了几乎一倍。 陈家洛的双脚,既不是钉子步,也不是八子步,身子微微前倾,笑着说,发拳吧。 几名回族青年,见了呼伦大虎的威势,生怕陈家洛被他一拳打着直飞出去,跌下来撞破头骨。 于是就站在陈家洛的身后,摆好马步,以便他飞出来的时候接住。 穆多伦和霍青铜,莫倒真神护佑,香香公主却是一派天真,心想,既然我的郎君说过不怕,那就一定不怕。 呼伦大虎,双腿微微蹲着,静贯右臂,轰臂一声,铁拳夹着一股击风,向陈家洛胸上猛击过去。 突然觉得,对方的胸部啊,顺着拳势往后一缩。 陈家洛胸部内息之势,和他的当胸一击,配合得非常合拍,丝丝入扣,快慢尺寸,没有毫厘之差。 旁人只见这一拳把他胸部打得凹了进去,可是说也奇怪,竟然没有半点声音发出来。 呼伦大虎一拳打到了底,明知道再往前伸出半寸,就可以结结实实的打在他的胸上。 然而,就是插着这半寸,全面不过在他衣经上轻轻的一擦。 他就呆之下,全都一时没有缩回去。 陈家洛笑了,够了吗? 呼伦大虎,脸上一红,这才缩回右拳。 众人见这一拳,明明是打中了,可是就像完全打在空的地方,无不惊奇啊。 只有穆卓伦和霍青桐看了出来。 原来陈家洛内功惊深,胸肌借势消逝,同时又是佩服又是欣慰。 霍青桐笑咽如花,常常虚了口气。 那使者精通武功,也看出了这一点,非常惊疑。 陈家洛微微一笑, 呵呵,我要打了。 呼伦大虎,大叫一声,打! 宁气,挺胸,胸口的黑毛啊,一根一根都竖了起来。 陈家洛的手臂,也不往后做事,随手一伸,轻飘飘的一拳打出去,啪的一声。 在呼伦大虎胸前一推,使得是众手法里边的大力金刚楚之劲。 呼伦大虎觉得胸口虽然不疼, 然而,有一股极大的力量,把他往后推去。 知道脚步稍一一动,那可就是输了。 忙运用全身的力气,合身往前猛撞,抗拒对方这一推。 这只是一刹那之事。 哪知道陈家洛这一拳发得快,收得更快。 劲儿没使足,刷着就收回来了。 呼伦大虎千斤之力都在往前蒙挺, 前面忽然失去了一拖,要想收,哪里还来得及啊。 只见陈家洛身子微微一偏,砰的一声,尘土飞扬。 呼伦大虎一个巨大的身躯已经扑翻在地。 众人都是一呆,这才拍手大笑起来。 陈家洛一拳把这个巨人打倒,已经是很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他不是仰面向天跌倒,而是匍匐在地。 那使者伸手,枉把呼伦大虎拉起来, 只见他门口鲜血,哇哇大叫,原来已经撞下了两颗门牙。 呼伦三兄弟见大哥受伤,连声拐叫,同时向陈家洛扑来。 呼伦大虎一定神,蒙吼一声了,也扑上去撕拼。 众回人见状,纷纷抢钱救援。 混乱中,两个人影从众人头上越过, 人群中不见了陈家洛和霍清彤两个人。 呼伦四兄弟忽然找不到敌人,愣在当地。 霍清彤叫道,大家退下! 众回人,素来都听他的号令,一起退开。 陈家洛还不上前, 呵呵呵呵,我早说, 要你们四人一起上, 这就来吧! 大虎愤怒至极,挥拳当头猛击。 陈家洛一晃身子,绕到三虎的背后, 双手来了一个地窗推跃, 在他背上啪,一推。 三虎一个亮掌,险些撞在二虎身上, 四虎的左肘向陈家洛的头上撞到。 陈家洛一矮身子, 从他肋下钻过, 随手在他臂窝里面掏了两把, 似乎怕痒呢? 这么一掏啊, 又浑身缩成一团, 乱颤乱动,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见这么一个粗满大汉, 居然和少女一般妩媚怕痒, 憨态可击, 都轰笑起来。 香香公主就叫着, 哎, 你在喝呢? 陈家洛一言重劲, 又在他的腰里面挠了几下, 似乎笑着蹲在地下, 双拳乱舞, 却哪还打得着人呢? 霍金童惊叫一声, 小心后面。 陈家洛已经觉到背后有拳风来袭, 杀着众生, 重起一丈多高, 二虎一拳, 就打了个空。 四虎笑声未歇, 扭腰回身, 右拳猛击而出, 正好打在二虎的拳上, 两人一震, 各自退出三步, 连连怒吼, 转身来捉陈家洛。 陈家洛在四个人当中啊, 如穿花蝴蝶一般往来游走, 存心戏动, 也不出手还击, 八个巨拳, 此起彼落, 在他身上猛挑猛打, 始终连衣裳也没能碰到。 众人起初见陈家洛驱臂之际往往肩不容发, 都为他担心, 但时刻一长都看出, 四个巨人定然奈何他不得。 四个巨人连连大呼声中, 突然吃了一声, 二虎的挂子被撕下了一大片, 众回人又是一阵哄笑。 那使者早看出陈家洛是武林高手, 非四虎所能敌, 连声叫道, 住手, 不必打了。 哪知道啊, 这呼伦四兄弟打发了性子, 却哪指得住啊, 大虎呼哨一声, 刷得跃起来, 如一头猛鹰一般向陈家洛扑了下来, 同时二虎三虎四虎一起钻到他身后, 张开六条手臂截住他的退路。 这个是他们四兄弟猎野兽的时候常用的法子, 纵然猛如虎豹, 快如猿猴, 也是难以逃脱。 众回人一见大惊, 许多少女齐声尖叫, 陈家洛见大虎扑来正想后退, 火光下见三个巨大的影子映在地上, 张开手臂, 犹如鬼魅要抓人而吃, 他身子微蹲, 不再退避, 等大虎扑到, 左臂快如闪电, 在大虎的左肋上一拦, 用力往外推出, 大虎顿时在空中被他转了小半个圈子, 这个时候他的右掌也已经搭上了大虎的左腿, 沾着一送, 一半借尽, 一半使力, 大虎一个巨大的身躯, 就向前直飞出去, 砰的一声, 头下脚上倒插在一个坑里, 这个土坑正是他刚才拔起白杨树所留下来的, 树大, 坑深, 泥土一直没着腰间, 双脚在空中乱踢, 哪儿还挣扎得出啊, 似乎猛吼追来, 陈家洛跟他兜了半个圈子, 看准了方位, 突然站住, 似乎飞起右脚, 当胸踢到, 陈家洛抢到右侧, 右手抓住他裤子, 左手抓住他的背心, 顺着他一踢之势, 向外一甩, 嘿嘿, 这个似乎啊, 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了出去, 在空中手足乱舞, 嘴里怪叫, 心里害怕, 只怕这一下子要摔个半死, 哪知道啊, 砰的一声跌下来, 诶, 身子软软的一弹, 忙翻身坐起, 原来恰好压在那一头死骆驼身上, 陈家洛刚才见他手扔大骆驼, 即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其实啊, 陈家洛的力气远不及他, 一则, 似乎这身子虽然巨大, 究竟没有骆驼重, 二则, 他这一脚踢出去使劲极大, 借势推至, 大半还是用了他刺身的力道, 四虎还在半空, 二虎三虎已经从两侧同时抢到了, 二虎弯腰, 低头, 向前猛冲, 要一头把敌人扑倒, 三虎举起双臂, 朝陈家洛的头顶狠狠砸下来, 陈家洛立定不动, 等两个人视若丰虎一般公道, 相聚不到四尺之际, 右脚突然使劲, 身子如剑离弦, 呼的一声, 斜飞而出, 他等到最后一刻方才避开, 要使这两个巨人收拾不及, 果然, 二虎一头撞中三虎的肚子, 三虎的双拳也击中了二虎的背心, 只听到砰砰连声, 这两条大汗如宝塔一般倒了下来, 陈家洛不等他们爬起来, 纵身过去, 趁着两个人头晕眼花, 抄起两个人的辫子, 叉叉叉, 牢牢地打了两个死结, 这才长笑一声, 走到香香公主的身旁, 香香公主乐得眉开眼笑, 拍手叫好, 众回人更是呐喊欢呼啊, 四虎爬起来, 忙把大哥从树坑里边拔出来, 二虎三虎也不知道辫子打结, 拼命地挣扎, 滚作一团, 那使者忙过去给他们拆解, 只因为两个人用力拉扯, 便捷扯得极紧, 使者解了半天才解开, 呼伦四兄弟呆呆地看着陈家洛, 非但不恨, 反而齐声敬仰之心, 大虎走上来, 大拇指一竖, 呃, 好本事, 我大虎服了, 说着败了下去, 二虎等三兄弟也过来败倒, 陈家洛忙跪下环礼, 见这四个人质朴天真, 被刚才如此戏弄, 到着实有点后悔, 五个人站起身来, 陈家洛不住地道歉, 四个兄弟非常高兴, 忽伦四虎突然奔出去, 把那头死骆驼扛了回来, 三虎把他们的四匹坐骑, 牵到木卓伦的面前, 我打死了你的骆驼, 很是不该, 这四匹马赔给你们吧, 木卓伦执意不要, 那使者见此情形十分尴尬, 对呼伦四兄弟贺道, 走吧, 跳上了马背, 心里还不服气, 对乡像公主说, 你真的敢去? 乡像公主回答, 有什么不敢? 他走到木卓伦的跟前, 爹, 你写回信, 我给你送去吧, 木卓伦心下愁愁, 这清朝使者一再的相机, 非要他的小女儿去不可, 不去是失了全族的面子, 让他去吧, 可实在放心不下, 就像陈家洛招了招手, 陈家洛走了过来, 木卓伦离坐相迎, 拉了他的手走到帐中, 霍卿童和乡像公主姊妹 随后也跟了进去, 木卓伦一进营帐, 立即抱住陈家洛, 哎呀, 陈总作主啊, 哪一阵好风把你吹到这里来? 啊, 我有事到天山北路来, 途中得到消息, 因此赶着来见你, 想不到就会遇见你的二小姐。 乡像公主听父亲叫他陈总舵主, 他呆了一呆, 陈家洛虽然和木卓伦讲话, 但是一直留神着他两姊妹, 见乡像公主脸露恍惚之色, 忙转头说, 啊, 有一件事很对你不起, 我没跟你说, 我是汉人, 木卓伦接着说, 这位陈总舵主, 是我族的大恩人哪, 咱们的圣经, 就是他给夺回来的, 他救过你姐姐的性命, 最近又散了赵会的军粮, 清兵不敢迅速深入, 咱们才能调及人马敌党, 他对咱们的好处, 只是说也说不尽啊。 陈家洛连声训泄, 香香公主奄然一笑, 啊, 你不说自己是汉人, 原来是不肯提到你对我们的恩惠呀, 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木卓伦说, 那个清朝使者如此狂傲无礼, 醒得总舵主仗义出手, 挫折了他的娇气, 他积卡斯利去做使者, 总舵主, 你瞧去的吗? 陈家洛心想, 他们族中的大事, 旁人不便带出主意, 我只能从旁尽力相助, 就说, 我从内地远来, 这里的情形完全不知, 木老英雄如说可去, 在下自当尽力护送, 要是觉得不去的好, 那么咱们另想法子回绝他。 香香公主大义里然地说, 爹, 你和姐姐天天都为了族里的事操心, 还在战场上跟他们性命相拼, 我只恨自己没用, 不能出一点力, 我去做一趟使者, 又不是什么大事, 要是不去, 可让赵惠他们取笑咱们。 霍君彤亲热地搂着他的肩膀, 妹妹, 我只怕他们难为你啊, 姐, 你每次出战, 也总是冒着性命危险, 我冒一次险也是应该的, 再说, 她的本事这么好, 我跟她去一点也不害怕, 姐姐, 我真的不怕。 霍君彤见妹子, 对陈家洛一往情深, 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爹, 那就让妹子去吧。 好, 陈总多主, 那么我这小女, 就拖给你了。 陈家洛脸上一红, 香香公主, 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 向她溜了溜, 霍君彤, 却把头转向一边。 木卓伦写了回信, 只有几个大字, 抗暴应战, 神必诱我。 陈家洛见着寥寥数字, 慈气悲壮, 连连点头说好。 木卓伦把信交给香香公主, 吻了吻她的面颊, 给她祝福。 妹妹, 真神保佑你, 愿你早去早回。 香香公主抱住了姐姐, 笑着称谢。 四个人走到帐外, 木卓伦下令设宴, 款待使者和他的随从。 席上那个使者方通姓名, 叫做和尔大。 吃完了, 古乐手奏乐欢送宾客, 和尔大一举手, 一马当仙, 绝尘而去, 香香公主等骑了马跟随在后。 霍青铜望着七人的背影在黑暗中隐没, 胸中只觉空荡荡的, 似乎一颗心也随着七匹马的提升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中。 木卓伦看着他们远去的方向, 青儿, 你妹子真勇敢。 霍青铜点了点头, 忽然一无脸, 奔进了营帐。 木卓伦只担心, 不知他们去了以后, 还能不能回来呀。